解决完了收入确证的第一步 叫识别合同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识别单向履约优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什么叫识别单向履约优 就是识别你的合同中有几个标的商品 当初咱们讲过那个电脑的例子 你主要得看它的市面上是怎么操作这件事的 主机键盘鼠标从来是打包卖的 那就是一个单向履约优 但是问题是它市场上这仨都是单卖的 所以说那是三个单向履约优 这个识别不是特别难 来分析一下 合同开始这天应当对合同进行评估 识别有几个标的 确定各个标的在认定上是期间履约 还是时间点履约 这个有的标的是期间履约 比方说我提供的运输服 我提供的建造服 我提供的装修服 我提供的保洁保安维修服 这都是期间就是一天天干 一约就是一年两年 对这期间履约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电脑主机键盘鼠标 那叫瞬间转移 那叫时间点履 履约友是合同中企业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 这个词其实什么叫履约友 就是你的标的商品是什么 应该把如下向企业客户转让的商品承诺作为单项履约友 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就是你得搞清楚它的确是明确可区分 这种情况下定为单项履约友 问题是你凭什么说它是明确可区分呢 他说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认为可明确拆翻 第一个 客户能够从商品本身 或者从商品与其他易于获得资源一起使用受益 认为它是可明确区分 比方说你买个电脑 买个电脑的话 在这儿你可以单独的使用它 但是你使用电脑得需要通便 那么电源就属于易于获得资源 在这儿总之电脑可以单独使用 第二个 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和其他承诺可单独区分 这个也叫可明确区分的一个认定条件 比方说像咱们前聊的主机键盘鼠标三个标的 因为市场上这三个都是可以单独交易的 是完全可以明确拆分的 因此它是相互之间明确区分 于是它们分别作为每一个单向里面有 这个比较好判断 确定了本身可明确区分之后 还应该在合同层面继续评估转让商品服务的承诺 与其他承诺的区分关系 这里面有一些特例 我们重点看什么情况下 不能够明确区分 第一个 企业需要提供重大服务 将此商品与承诺的其他商品 整合在一起 形成个组合产出给客户 这什么意思 我举我们刚才点的那个叫水煮鱼的案例 我刚才说了水煮鱼点啥 三斤的姜团 两瓶冰镇的青岛纯生 或燕金纯生的啤酒和一碗米饭 一般就是老三样 我去的话呢 有的这个业务员服务员一看我去了 就根本不需要我点 马上下单老客户到了 那在这有个问题啊 他给我上了这三样东西 请问我去这个沸腾鱼香吃的这碗水煮鱼 是几个标的商品 计量它是一个 虽然我点了两瓶啤酒 一碗米饭 三斤的姜团 姜团这个水煮鱼里面 有铺底的豆芽 豆皮 哎呀 你知道这个水煮鱼端上来之后的话呢 那个感觉非常的爽 油汪汪的这个水 油 然后上面有这个鱼片 吃的话呢 你得拿它那个 露勺 捞碎上面这层肉 然后的话呢 拿筷子夹住了之后 在这个米饭上这么蹭啊 蹭啊蹭把油蹭掉 然后呢 塞到嘴里面 千万不要着急咽 先简单的咀嚼一下 其实是根本都不用咀嚼 它是入口即化 再来口啤酒 哇的天呐 从头爽到尾 你吃的很嗨 你吃了三样东西 水煮鱼 啤酒和米饭 这是几个标的 这是一个标的 因为人家给你提供的是个组合产出 这点注意啊 再比方说我家儿子结婚 我请了一百桌 来了一千人吃 点了一百道菜 那在这的话呢 我给这个商家 这饭馆签的是几个单线旅游 就一个 就一个 哪怕我这个摆席摆了三天 来了三千人 连吃三天 每道菜都是 我精心挑算 整个这每个桌的话呢 都是十八碟十八碗 叫八两八热八胖八素等等 那这种吃下来 我是不是按照菜品按单线旅游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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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是一个单线旅游 因为我要的是个组合产出 这是他的第一条 举个例子 当然我们举的是吃的例子 咱们再举一个实际的 像写的楼 建造写的楼 给客户盖楼 企业乡客户提供的是 砖头水泥人工的组合产出 也就是说客户要的是一栋楼 这栋楼有好多个资产 水泥沙子各种建材 那在这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这给客户是盖房子 对吧 你提供的是多种资产的一个组合产出 我要的是个楼 我不要沙子 我不要水泥 那你在这的话呢 你不能按照水泥沙子单算单线旅游 应该是一个组合产出 我要的是个楼 这个合同承诺的是建一栋楼 是组合产出 而不是水泥沙子和人工费 这个时候的话呢 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组合产出 定成一个单向旅游 在这里面的话呢 水泥沙子人工是不可能单独拆分的 就像我刚才点的那个水煮鱼 有花生油 有一条三斤的姜团 还有什么豆芽 那铺底的豆皮什么 那你这个你要说水煮鱼 这里面都有18种料 是18个单向旅游吗 不是的 它是个组合产出 它和那个什么 刚才说的啤酒和米饭 组合成一个产出 这是一个单向旅游 那就说我们要的是个组合产出的话呢 你就不能按照单向来定 定成一个单向旅游 综合性的 再来 这个商品对承诺的其他商品 需要做重大修改定制 这什么意思 在这儿呢 我们直接看个例子 企业承诺向客户提供他的一个软件 并且提供安装服务 这个软件不需要更新 也不需要技术知识 直接可以用 单机版的 安装中需要在该软件 现有基础上 对其进行定制化的重大修改 这啥意思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清华同方是一家知名的企业 做软件的 河北京本大学是我就职的高校 我们高校的话呢 有师资大概三千五百人 每年的排客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以前的话呢 用纸质的去排 那个工作量的话 会被人活活类似 后来呢 就引入了一个叫排客软件 你把这个软件设好之后 每个人的诉求设定去 直接夸插一下就成了 那在这儿呢 清华同方卖给我校排客软件 首先说呢 这个软件卖给我的话呢 因为它是一个普通的这种 所有的高校都要用到的软件 但是每个学校 有每个学校的一些特质 比方说我们基础大学这个 它分成四个校区 东南西北 东校区西校区南校区在市里 他们离得比较近 西校离南校一公里 为啥我知道这么清楚呢 我原来在南校上大学 我的第一个对象在西校 这一公里我走了无数次 走了一年 黄了 那这个我清楚得很 这个南校到东校呢 是五公里 然后东校到北校是二十五公里 北校和西校距离三十公里 那就说北校等于说 是在东南西的特别远的一个地儿 应该我们的本部是在北校 那地儿的话呢 荒郊野外的以前是 劳动改造的一个地方 改造成学校了 就是以前的武器干校 那在这儿的话呢 它这个排课软件 第一次上马 给我排成的是 上午八点到十点 在北校上课 然后十点十分到十二点 在西校上课 三十公里 那我必须得是蜘蛛侠 蝙蝠侠 闪电侠 在这儿的话呢 必须得不是人 你才能完成 八点到十点 北院上课 然后穿上我的战衣 应该按钮 就跑到了这个 西院 十点十分到十二点上课 怎么可能呢 十分钟三十公里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说呢 这个排课软件 在第一次上马的话呢 它明显的 没有把哪个系数输进去 就是各个校区的距离 那就说呢 你必须得把这个排课软件 做一定程度的相关的调整 然后才能够达到 真正的完美匹配 最起码的话呢 你比方说 你北院前两节 对吧 那你后两节的话呢 你别在西院给我排了 南院也不行 东院也不行 你就接着在北院排 下午给我排成西院南院 才可以 对吧 这就说明这个软件 需要有一些调整 那么这个调整 算不算一个单独的旅游 不 这个和卖软件 构成一个单项旅游 因为你不调 它没法用 就这意思 来 先从原文走啊 就是这个商品 需要做重大修改定制 方可使用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修改定制 应该和商品本身 构成一个旅游 就像这个 这个软件 怎么着呢 你要想用 必须得在一定基础上 做重大的参数的调整 才能和你目前的系统相兼容 那么这种重大修改定制 应该和商品构成完整的一个旅游 而不是可分开的 因为你不做调整 没法要 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财务软件 也是如此 财务软件的话呢 比较典型的像什么 用油软件 还有经典软件 那它这个软件的话呢 人家都是公开的 这种普通化的标准式的软件 对吧 那这种标准化的软件 请注意 你每个单位用的话呢 你比方说我是个商贸企业 我用不着工业的 那个成本计算 那个环节 我就不可能 把那块拿过来 你得做一定的调整和修改 这种情况下 是和软件的销售 构成一个单项里约用 第三个 这个商品和承诺的 其他商品具有高度关联 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 每一个单件商品 均受到其他商品的 一个重大影响 这说的依然不明确 看例子 企业为客户承诺 要造一个新产品 就设计方案 设计个新产品 并且造十个样品 企业在生产测试 样品的过程中 需要对产品的设计方案 不断的修改 导致以生产的样品 要进行个不断的 不同程度的 反攻再生产 反攻再生产 一直调到满意为止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我提供的 这个设计的方案 与它的这个样品的生产 和重新反攻 是反复二者 进行高度关联 那这个层面上 实际上你是分不开的 相当于我的设计方案 提交和我的十个样品 是揉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单向旅游语 下面我们做一个 知识点的拓展 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 往往约定 需要把商品运达到 指定地点 通常情况下 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客户 之前发生的运输 这个不构成单向旅游语 相反的话呢 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后 发生的运输 可能表明提供了一个 单独的运输服务 应该确定 有可能会确定为 单向旅游语 它这儿呢 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们这样子 我直接先画另外一个图 先给它强调一下 我先做一个模拟 比方说 A把商品卖给B 它卖商品的话 一般都是这么谈 咱们在哪交接 什么时间商品的控制权 真正给了B 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 只要一出了A这个厂门 控制权就转移了 就是A只要把这个商品 拉出A的这个厂门 瞬间 这东西就不归A了 归B 就交易就完成了 但是A的话呢 你得负责把东西 拉到B的仓库里面去 像这种情况下 它是两个单向旅游语物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出厂门 就是A的这个厂门 出的这一瞬间 商品交易就完成了 这是一块 单向旅游语物 然后呢 你把这个地儿 就从A这个厂门 一张到B仓库 这是一段运输服务 这是单独收费的 或者叫另外一块收费的 或者包的一块收费的 它是另外一个单向旅游语物 这就是两个 那你得把他这个报价 在他俩之间来进行分拆 还有一个方案说 这个到B的仓库 才算商品的控制权转移 就是你得给我拉到B仓库 这种情况下 那么从A的这个厂门 到B仓库这段运输服务 是你A转让商品给B的 一个必要服务 这个本身的话呢 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旅游语物 因为这个时候 交接的地儿是在B仓库 那么B仓库 人家B才算真正认 商品交接完成 你钱的话呢 都是你A的服务 这个时候 等于说呢 A在运输这个商品的过程中 是你促销的一个过程 是你的必要的一个代价 在这儿的话呢 它只有一个单向旅游语物 这得看什么时候交接啊 来看这个例子 假以签订合同 卖一让东西 负责把这个东西 运到你的指定地点 假公司承担运输费 我们假定商品销售 属于时间点领域 控制权转移的话呢 是在什么时候 出库时 这种情况下 卖商品负责运输 但是你出库时 控制权就转移了 就是说 已经在出库当时 交易就完成了 以后发生的这个运输啊 是额外的另外一个单向旅游语物 这种情况下 应该当做理啊 一般来讲 就是卖商品是一个 运输是另外一个 因为你是从 出这个假公司库 就算是完成交接了嘛 那么你再把它拉到指定地点 这是另外一个运输服务了 那么如果说呢 你的交接地点不是在出库 是在到乙公司这个库 这才算为止 是运达乙公司指定地点 才算控制权转移 这个时候运输服务 是在你在控制权转移 一个客户之前就发生的 这个不会构成一个单独的旅游语物 它是假公司履行自己的 这种商品交接义务 所必要的一个活动 懂了吧 就这么个意思 来再看另外一个 向客户转让一系列 实质相同模式相同 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 什么叫模式相同 比方说保洁这个签了三年 每天干的活都一样 这叫模式相同 那维修呢 那那个保安呢 在这儿呢 我们这样子 看看它这个具体的界定 看对吧 你比方说M公司是一个劳务公司 N公司呢 是一家这个CBD的一个金融企业 它自己有一栋楼 然后呢 底下呢 有一个草坪 在这儿呢 他们签的是三年服务区 三年服务区 我们给它干啥活呢 保洁 保安 维修 整理草坪 三年服务区 那在这儿呢 请问 他们这个标的是几个标的 或者是几个单向女约友 注意啊 这个得看情况 这里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保洁 保安 维修 他们仨 可以定成一个单向女约友 因为这个保洁 每天拿把扫帚 扫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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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保安的话呢 拿个井棍 统统这儿 统统那儿 维修呢 拿把钳子 拧拧那儿 那么他们仨的话呢 应该说在转任模式上 基本是一致的 这个他们仨可以肯定 并成一个单向女约友 那个整理草坪是 能不能和它统一并成一个呢 这里看你是在北方 还是在南方 如果是在江南 江南 我喜欢江南 尤其是喜欢吃肠粉 雪煮鱼 酸菜鱼 各种鱼 江南的话呢 四季如春 草坪天天是绿的 这个草坪的话呢 每天拿把钳子 整整这儿 整整这儿 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在江南的话呢 这四个是一个单向女约友 因为它干的活的本质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在大东北呢 长春 吉林 这个 田陵 就那地儿 那地儿一年有四个月是冬天 四个月冬天 寸草不生 根本都没草坪可整 这种情况下 那么整理草坪 只有在夏天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两个单向女约友 保洁保安维修是一个 整理草坪是另外一个 看见没有 得看这个角度 实际上呢 我们通常所说的 像这种保洁啊 保安啊 维修啊 它是每天的模式是类似的 上班时间差不多 这种情况下 它是定成一个单向女约友 分析一下 企业向客户转让一系列 实质相同 模式相同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承诺 如果是转让模式相同的一系列 当做一个 这里面的话呢 每一项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均满足这说的期间旅约 按相同方法确定其旅约进度 像刚才说的这个保洁保安维修 这个这个期间旅约嘛 这种情况下 它虽然说是干三年 在这的话呢 它是一个单向女约友 一个啊 判断所转让的一系列商品 是否实质相同 还要考虑合同中的承诺的性质 如果承诺的是提供确定数量的商品 要考虑这个商品本身 是否实质相同 这就很少意思 比方说我卖给你100件A商品 那它是100个单向女约友 还是一个 因为这个A商品100件 这100件商品之间 件件之间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一个单向女约友 你不能说交易数量是100件 就是100个单向女约友 这是两回事啊 再来 如果说呢 实质相同 这种情况下 本身的话呢 跟数量就没关系了 注意 它是一个单向女约友 就是确定的是 数量的这种商品 如果本质上互相之间是相同的 那是一个 如果承诺的是某一期间的女约友 那么在这儿需要考量 每个时间段 它的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 你想刚才说的保洁保安维修 每天干的活 当然不太完全一样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应该也定成一个单向女约友 这不是两年的酒店服务 保洁维修安保 没有具体的服务次数和时间要求 因此在这儿呢 虽然说本质上的话呢 是一样的 但是从具体操作上的确有不同之处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符合实质相同 就像刚才说的 保洁 天天拿扫帚扫 保安 天天拿电棍 统统这儿 统统这儿 维修的话 拿把钳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说具体工作方法不太一样 但本质相同 应该定成一个单向女约友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跟客户提供的 这两年酒店服务里面 加了个服务 什么服务啊 叫讲会计催眠服务 讲会计催眠 讲会计不是一般的催眠 那是相当催眠 聘请我做专门的催眠大师来处理 虽然我的睡眠质量也不咋地 哪个客人睡不着好觉的话呢 提前预定 晚上一点 我就正式上班 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戴着一个白色的高耸入云的帽子 拿着个招魂帆 给你讲会计 当然这样的话太渗人了 估计把顾客就吓死了 如果说有这种专门的服务 那显然我的上班时间 都是半夜三更上班 而且的话呢 讲的都是长头啊 合并啊 所得税啊 调整啊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的本质内容和它是不一样的 而且顾客需要我才去 人家不需要你天天晚上半夜三更 一两点 拿着一个这个iPad 再放个投影 给你讲会计 这不找死吗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得看 到底和你的整个的服务内容 与保健保安维修 是不是本质相同 这个时候应该做单项的 另外一个理由 OK 这是咱们说的案例 走 看一个考题 根据丙公司的经营策略 打算采购一台大型设备 为它进行招标 加公司中标之后 承接了这样一些 首先是签订了大型设备的采购合同 为它生产一台大型机械设备 并负责给它装上 这个安装有个特点 别人干不了 只能他做 这就意味着市场上 没有单独提供安装的 这就意味着安装和卖 是一个单项里面有 合同报价1亿5 然后在9月30号之前交货 19年11月5号 又签了另外一份合同 干嘛呢 为它的机械交付后 与它现有的设备的整合 提供一个整合服务是3000万 这是另外一个单项里面有 这跟软件定制改造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软件那个的话 和这个明显的工程量 是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你这个的话 你设备拉过去之后 需要跟其他设备进行调试 这是额外的另外一块业务 它的报价是3000万 然后呢 11月30号之前完成 还没完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有一个后续的服务合同 未来三年提供维修 收费多少 每年800 哇 这个收三份 这种设备的销售 这种设备的销售安装 是一个单项里约用 修改 相当于你不去修改 它的合同的话呢 本身你这个整个这个 整合的一块是不法做到的 这里面的话呢 包括这个后续服务 这是三个单项里约用 于是在这呢 让你判断什么呢 判断签的是几份 三份合同中 是几个单项里约用 另外的话呢 应该怎么确定 要不要合并 首先说呢 三份合同 人家是各管一段嘛 本身的话呢 是各自有一个单项里约用 首先卖设备和装 这是一个 整合设备 和其他设备的组合 调试这是一个 后续三年的服务 是另外一个 三份合同 反映了三个单独售价 而且合同的标的各不相同 从单独的合同中 直接受益 因此是不能够合并 因为它并不是个一揽子的 也不是个护卫依存的 第一份合同 是一个 设备的安装 是只有假能做 别人做不了 肯定是一个单项里约用 因为如果说 只要哪怕有一家公司 可以单独接安装的活 那就是两个 因为说明它可以分拆啊 但是因为这个安装 只能假公司自己一日干 那肯定和销售 是一个单项里约用 另外的话呢 那个整合是另外一个 服务是另外一个 后续的维修嘛 这个呢 比较好判断 难度有限 这是咱们说的 有关收入确认的第二步 叫识别单项略用